歡迎大家回到我們今晚逢星期三下氣迷的時間 今晚繼續有我你們的節目主持Heeny 還有我阿朗 大家看到直播的氣迷都會看到我們現在的標題就是 我們每年的F5都會換好幾次 不是這個鍵盤換到幾次 F5都按爛了一個日子 我們一年一度的發誕又來到 就是今個星期六 一開始就送一首歌給大家聽 就是追名臨琴的宗教 聽聞今晚阿朗今晚會播四首歌 全部都是追名臨琴 技術上是三首追名臨琴 一首東京事變 都是跟追名臨琴 都是追名臨琴 對 東京事變 如果有聽開的聽眾都知道小弟是死忠 是 好阿 今晚就是這個 我們的標題叫 又等到佛丹 今晚節目主題會講的電影 將會是三部電影和佛有關的 事不宜遲今晚我們講的第一部電影 嘩 這部真棒 就是這個 色界 哪部色界 對 就不是李安那一部 這一部其實 遠遠比李安那部色界 起碼做了五年前的事 我起初都以為 是否跟李安、梁朝偉和湯維 那部色界有沒有 即是這一套 李安那套色界 跟今晚我們要講的色界有沒有關係 其實是沒有的 是完全沒有關係 是兩樣東西來的 這一套的色界 就是狀語電影來的 我們狀語電影之前 都有介紹過 很出名的西藏的導演 就是萬馬才丹 今次這一部狀語電影 就有一個 就不關萬馬才丹的事 其實這東西 是另外一個印裔法籍的導演 是完全不關萬馬才丹的事 純粹有些 有些 主言上的related 對 這個故事是講什麼呢 就是講述了 這個主人翁達世 至少已經入了這個佛寺 去學道 做一個僧人 在三年的 完全與世隔絕的閉關之後 就出關了 還有它的前途 都可以說是一片光明的 就是這個小活佛 就是 藏族佛教 都很出名 是有一個活佛 這個活佛 亦都是很看好 達世來的前景 但是呢 誰不知 達世在一次慶典裡面 就看到這個女性 就脫了一件衣服 衛捕 母語彼子 母語彼子 其實到現在這個時代 好像都會被人 用特別的眼光看待 今次這個達世 看到這個 母語彼子的畫面 看到之後 就 咦 竟然有一點點心理反應 對 有一點點動了色心 甚至乎這種感覺 是揮之不去 可能也是因為 因為他沒有見過女人 因為他從小到大 小時候已經在佛寺裡面 五歲已經被家人帶進佛寺廟 從來沒有接觸過女性 對 於是乎 哎呀死了 看到女人就開始 過預防了 已經馬上來了 於是達世 決定離開這個寺廟 可以說是還軸 這件事 跟另一個阿鍾麗提 阿鍾麗提 阿鍾麗提 阿鍾麗提真是漂亮 飾演這個狀語電影 真是比較 一個比較上可見的例子 阿鍾麗提飾演的一個村女 熱戀 阿鍾麗提 他本身有一個定了婚的未婚夫 但因為很吸引他 於是背棄了他的未婚夫 兩個人已經做了一些有歪償理的事 而且當年這部戲 當時也有差不多爭議性 情色場面的確不是一部 這部戲是講佛的 但有情色場面似乎不太適合 一部講佛的電影應該有的元素 阿朗就知道 你繼續講劇情吧 我有一半 其實我後面的東西也有 換另一個說法 關於一個未曾經歷過現世的曾人 達世是一個 這部戲裡面其實也有強調過 應該說 用過釋迦茅尼的故事來做一個例子 就是釋迦茅尼本身也是一個王子出身 他得道之前也曾經享受過人間世俗的 所謂一些榮華富貴等 總之釋迦茅尼王子 可以說是要封得封的一個人 於是達世的故事 其實某程度上都在經歷著釋迦茅尼的 在佈茅尼的後層 雖然他不是王子出身 但他也因為他不知道現世發生什麼事 於是他想出去看看世界到底是怎樣 因為他始終 我們剛才一直都講的就是 他五歲開始就已經入了佛寺 他還未曾跟世界完全隔絕了 所以這部戲一直劇情發展下去 如果大家看的話都會看到 這部戲都貫徹了一種叫輪迴的概念 這部戲英文戲名叫Samsara Samsara的解釋也正正就是解輪迴的意思 當達世還族之後 他自己就無農 甚至乎是做一些買賣子農產品的生意 跟著又跟 除了他子老婆朱麗蒂之外 亦都是跟其他女人有鬼混這些事情 亦都是會跟一個 就是跟他村莊買農產品 用一個很低的價錢買農產品的人 他後來有一些打鬥爭執的 這都是一些 世俗的舉動來的其實 但對於一個未曾經歷過現世的人 如果他不去嘗試去經歷一下世俗 其實是 沒有辦法去知道 到底現在是發生了什麼事 即是經常都說 我佛怎麼要 應該怎麼慈悲 怎麼慈悲 但是我不知道那個世間 到底現在是一回怎麼樣的事 是很難去理解到 怎樣去 即是弘揚佛法這件事 沒錯 這一套戲正如你剛才的Heany這樣說 有講到阿瑟加瑪的故事 他亦都是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沒有自己經歷過一些事情 你怎麼知道自己喜不喜歡 怎麼知道適合自己 我小時候已經進入了這個寺廟 你一直告訴我 要這樣做 但是 你告訴我 我要放下我的七情六慾 但是當我看到的時候 自己是有一個正常的反應 到底這件事是自己的錯 還是不是屬於自己的錯呢 所以這套戲其實有很多層的意思 整套戲有很閃的層面 亦都有比較清晰的場面 雖然是比較像 剛才我說的 是比較俗的東西 但其實這 亦都 回到原點 對 最後都發現到 其實 佛道也是適合自己的 其實 他是見證過人間的疾苦 知道怎樣去持悲為懷 知道怎樣去處理自己的情緒等等 之後他選擇回去 其實是一個選擇 另外就是 有一層的意思 到底人是否真的可以做到這個 侮辱無求 我很難說 這部戲裡面其實有一個 拋出了兩個很閃的問題出來 第一個就是在石碑上面 黑了一個狀語的句子 就是一個問題 如何令到一滴水不要乾淨 對 大家可以想一下 這個我不會開最後的答案出來 另一個就是 到最後 達世的師傅 在臨終之前 寫下給他一句話語 就是 滿足自己一千個慾望 重要 第一 還是你戰勝一個慾望 重要呢 這個就是 這部電影 和 這部電影想說的 這個主題 這部電影 這部電影 剛才Heaney說的 是其中兩個 這部電影裡面 其實有很多位置 是很令人反思的 除了這些 比較閃的 另外還有一些 表面一點點 可能剛才說到 他回到一個普通的農村的時候 他 農村裡面 有些人是靠一些 騙錢 去賺錢 去賺錢的時候 其實都是帶出了一些社會問題 嗯 在那些比較偏遠的村落 其實 這些事情發生 其實都不出奇 嗯嗯 那 也是在這部電影 拋出了這個問題 讓大家去 了解多些 除了是閃的那一層之外 還有一些是社會層面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這部電影 很多層次 好啊 這部電影 我自己來講 都不... 如果大家都想用一個 一個比較通俗 的方法 去嘗試看一下這個佛學 到底有多深的禪意的話 可以買來看 這部電影在外面都容易買到的 很容易買HMV 我也是HMV買的 是嗎 還有剛才說的 比較容易入口 因為它的程式部分 其實都略多 其實我老實說的 我覺得是略多 我只數了兩場而已 他拍得老實說的 我覺得OK 我們不是想鼓吹這些 但是在這部電影裡面 用一個比較上 就是剛才也說的 一直都是一些通俗的方法 來去嘗試 帶出這個故事的時候 我也覺得是未尚不可 還有我覺得它那個程式戲上面 它用的手法其實挺特別的 例如第一場的程式戲 程式戲說得好像鋪鞭明 不好意思 不是 程悟戲 程悟戲 那場戲拍得是 有一種翻天覆地的感覺 啊 嗯 那它那個處理手法 其實我覺得挺有趣的 嗯 在其他的 這些情緒電影裡面 其實我自己比較少見 少看 你自己 你比較上脈 沒有怎樣見過這一類 我比較少見這一類的處理 嗯 我不知道之前有沒有 可能有也不奇怪 嗯 OK 但是這部電影 我建議大家看是因為 它有很多的思考層面 你從一個社會的角度去看 從一個閒的角度去看 一個哲學一點的層面去看 嗯 所以看的時候 可能激發到很多你們的思考 嗯 今節介紹完一個色介之後 阿朗 我們今節會播的是 都是播追命林琴的 對啊 嗯 這首歌其實是 它 有一隻 沒有那麼出名的碟 那隻碟是一隻 Single Connection 那一隻碟裡面 那隻碟叫 我與放電 裡面有一首歌叫 輪迴的 輪迴 它後面有幾個日文字 我不會讀 那大家不好意思 但是這個輪迴的這首歌 其實 你會感覺到它的音樂運用上面 其實挺特別的 嗯 它會做到一個 你感覺到是不停打圈的感覺出來 嗯 還有我覺得是 配上剛才說的這個色介 Samsung 所以就 在這裏播 我覺得是一首適合的歌 讓大家欣賞一下 好 好 歡迎大家回到我們 第二節樂器迷的時間 那 我們第一節介紹完這個色介 以及聽完追命林琴的輪迴之後 我們有第二支 那 第二部電影 那就是 香港電影 這部也相當之出名 那就是2003年的 大隻佬 劉華演的大隻佬 那 那 到底大隻佬和佛這件事 又有什麼關係呢 甚至乎 還要是一開場 劉華飾演的這個大隻佬 在跳鹽舞 那時候我在巴士看 挺不好意思 哈哈 哈哈 是不是以為你主要看 看這個 看好像那些 magic mic 那些 看GV 那樣以為你看 馬上遮一遮一個 螢幕 最暗 哈哈 這個大隻佬 甚至乎在開場的時候 因為被一個印度的走犯 走掉了 甚至乎被當成嫌疑犯 但是也因此結識了這個 張柏芝演的一個 當是警花 這樣稱呼 那 到底這個大隻佬 有跳鹽舞的 到底是什麼人 又和佛有什麼關係呢 話說 大隻佬 其實以前是一個僧人 但是呢 大隻佬 因為 他喜歡的一個女生 慘死了 太傷心了 太傷心了 於是 打死了一隻 小鳥 但是呢 當他對著一隻 死了的鳥 叫做坐閃 坐閃了 大概七日七夜之後 他就發現到 他自己得到一件 很奇妙的超能力 這個超能力 就是 當他看著一個人的時候 就會看到他 前生是一個什麼人來的 現在我看著阿朗 我看著他 可能 他前世是一個 不要亂說話 不亂說了 總之前世是怎樣 對 總之前世是怎樣的人 就是會看到的 但是呢 大隻佬 當然是接受不到 於是決定 還族之餘 也可以說 剛才也說 他在這個Club 跳閃舞 也是一個 相當之幾 遊戲人間的一個人 已經是 又聽到這個故事 就聽到這裡 其實大家都會心想 這個故事真是奇幻到不得了 但是呢 這部戲就是 杜奇峰 杜Sir 和韋家暉 出品的作品 這部銀河影像 出品的作品 就是出名在 超乎想像 那 因果這件事 其實是可以說得很深 但是呢 銀河就用一個 最通俗 最簡單的方法 去帶出來 那大隻佬 有這種 可以看著人 看了一個人 就可以看到 對方前世是什麼 以及他前世做過什麼 於是 就會看到 其實他種下了什麼因 於是 大隻佬 也可以知道 這個人 今生 有可能 要還一個什麼果 因果關係 我們經常 就算我們不是 接觸佛經 我們經常都會說 例如 今天 你得罪了哪個同事 你 不要說了 他早 突然有一天 你會被人 刺一半 這就是 因和果的關係 這件事是很普遍的 甚至乎 他都會 要還 之外 是很慘的 那 他都想過 一直都很想去幫 帕茲去 破案 甚至乎 為他做多些好事 可以消除這個業障 去擺脫這個宿命 但宿命這件事 如果有聽過 介紹一些和銀河影像 有關電影的作品 都會知道 宿命論 都是他們經常出現的標誌 大隻佬 一直都想幫 帕茲去避開這個惡果 但是 因果關係 這件事是改變不了的 甚至乎是前世中下的人 其實下世無論是一個多好 多臨善的人 都要還 善良這件事 可不可以解決一切的惡因 其實是不可能的 都知道 就算編劇多天馬紅紅都好 也都改變不了一些 常理一些撥論的事情 佛計經常都說 萬般都帶不走 但唯有業是會脫身的 但是 到底怎樣可以 制止這個 鳥毛子的因果循環呢 是靠什麼呢 就是善良這件事 我對這部戲的看法就是這樣 我反而看這部戲 我覺得蠻消極的 不算最後面 結局其實我覺得有點突突的 老實說 就是那個twist有點突突的 前面一直看的時候 我覺得整部戲很消極 正如你剛才說 銀河影像的那種宿命論 在這部戲裡面是很重的 他說我看這部戲的時候 我在這裡感受到就是 無論你做多少好東西都好 這輩子你做多少好東西都好 甚至有個大隻佬來打救你 但是呢 你也是會敢死的 所以其實那個 你以前 你上一世做了的所謂因 在今世做到的果 這個你絕對沒有辦法改變 其實這個 我這樣想是蠻消極的 思想上的 你有沒有想 你自己看的時候 有沒有去想一些 即是跟現實掛 即是會不會 跟你自己的人生 會有一個聯繫 你看的時候 跟自己的聯繫 我又不覺得太有 因為可能有些人 會在那裡算個命 或者找自己上一世做的 那些什麼 可能會比較大 會想到多些關聯 但是我沒有想到這麼多這些 而且我覺得這部戲 其實他將因果 好像是Heini所說的 即是一開始說 他其實幾淺白地說出來 淺白到是很... 就算幾... 即是怎樣說 通俗到是... 就算是街... 我相信街坊觀眾都會看 都會看得明白 是啊... 這樣... 有好又不好 兩看而已 但是... 我覺得可以加強一點 他現在這樣 其實老實說 我覺得有點薄弱 即是你覺得... 不夠入 不夠入 我覺得 哦...這樣 明白的 那的確 如果拍香港電影的話 尤其是說 因果這件事 始終是跟這個... 輪迴啊... 一些... 哲學的撥論 是真的有... 有所關聯的話 的確是可以說得很深的 我覺得他是... 有少少抓到鹿 不太懂得脫國 哦... 我覺得是可以... 深入少少 還有最後那個twist 真的... 你自己覺得那個twist 那個twist 當然是見仁見智的 聽說呢... 就是... 聽說... 如果大家呢 有機會... 由... 買碟... 或者借碟... 以外的圖競 去找到一個大陸版的話 是會發現到... 兩套是完全不同的 聽說是... 怎麼不同呢? 我沒有仔細研究 但是聽說是... 剪走了很多東西了 就是會... 即是一開始那些... 艷武場面當然會剪走了 我想... 我想... 不只是這一類的了 是... 我不靜止這一類的 但是呢... 這部大隻佬... 即是... 大陸好像有另一個名字 大快頭有智慧 大快頭有大智慧 OK 嘩... 這句名字我真的... 很難... 很難... 自己都覺得是... 但是呢... 如果大家都想去... 就是... 大家想想... 劉華也是一個... 都算有叫做惡力的... 演員 到現在也是的 但是... 如果大家想看劉華... 怎麼做大隻佬... 怎麼做真人的話... 都可以... 看這一部 是啊... 劉華當年呢... 是... 沒有記錯的 他不是自己... 不是自己... 那一套機器的... 噢... 其實那一套機器很假的 我知道... 那一陣子... 我知道... I mean... 就是... 現在的演員很多時候都是... 例如... 你看到啊... 張家輝... Inspect... 極端一些... 就是... entropy bland... tai... Kristin Baile... 快一點... 橙鈴章這裡... 他們真的... 真材實 lean 打出來... 但那時候... 是... Rome 左下 ung... 00 嗯... 會... 靠一些... 另一種... 特技化妝技術... 香港的特技化妝技術... 來... 製造這個大隻佬的效果... 但如果大家想用一個比剛才我們所說的那部《色戒》 這部我覺得是更通俗的 這部很通俗 你當是警匪片看也可以 是普通類型片來的 大家可以當是消磨的一部娛樂片 我覺得可以的 今節《大隻佬》講完之後 阿朗今次播張明林琴是哪一部 今次不是播張明林琴 播東京事變 剛剛轉為東京事變第二期的時候 幫了一部電視劇《大澳華之亂》 寫了一首主題曲 這首歌叫《修羅牆》 修羅牆其實都是在佛門的一些 如果大家有留意佛書 修羅牆其實是在佛門裡面 其實是中神的 如果沒有記錯是中神戰鬥的場地 但我的理解修羅這兩個字是靈魂的意思 我不知道自己有沒有理解錯 我沒有鑽研到那麼深 不過是聽歌的 沒有理會那麼多 好聽的 OK 那大家先在佛門裡面 我們一會兒回來 OK 好 歡迎大家回到我們今晚 最後一節樂器迷的時間 剛剛講完《大隻佬》 播完《東京事變》的修羅牆之後 今晚最後一部要講的佛電影 這部電影其實是最不像佛門的電影 但這部的確是華語武俠片 即是喬楚的這部電影 可以說是華語武俠片的傳奇導演 胡金泉執導的一部相當出色的作品 就是《空山寧雨》1979年的作品 那武俠片和佛道又如何可以關聯在一起呢 大家可以聽聽我的介紹 那就是講述 這個一座叫三寶寺的古廟 因為這個鑄尺已經年事已高 甚至乎其實年事已高之餘 其實已經是去到一個原籍的時間 那當然如果住持快來原籍的話 當然就要選一個新的住持 一個接班人去繼承他的衣缽 對不對 而這間的三寶寺 為什麼會這麼出名呢 其實就是因為江湖傳聞 這間寺廟就收藏了一本 由唐三藏 西遊記中的唐三藏 親手撰寫的一本 叫經卷 這本經卷不單是一本鎮子之寶 甚至乎也可以說 唐三藏的真跡 他寫的 當然是價值連城的寶藏 而由於選住持這件事 是一件超級大事 對於一間寺廟來說 於是乎這個老住持 請來了一個將軍和附翁 其實是三個人 以及另外一個很得功妄眾的 吳愛法師來協助 去主持這個大局 但其實除了這個吳愛法師之後 其實將軍和富豪 本身已經對這份全世的經卷 是虎視眈眈的了 甚至乎是各自已經收買了 一個老住持身邊的弟子 老住持身邊有三個弟子 他們兩個人各人收買了一個 有兩個弟子 其實都被他們控制了 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一旦其中一個當上了註持的話 就用這本全世經卷來做一個交易籌碼 咦 我好像一直說了這麼久 其實我還沒說到跟佛有什麼關係 這部空山寧是1979年 其實九年前胡甘泉的合女 是已經嘗試在武俠片這個類型裡 是加入蝉的元素在裡面 那麼 今次這部空山寧雨 甚至乎索性是將這個 武俠為主蝉為次的這個主持之分 是反過來的 不單是有相當精密的一個故事框架 其實關於這個佛道的呈現方式 亦都在這部戲裡面 是不可多得的一個成功元素 剛剛我一直說到 就是這個張溫雲富豪 都想得到的這個 唐三藏的這份經卷 這份真寶在寺裡面的 每一個無論是住持 甚至大弟子也好 其實在他們眼中 這本經卷都是一堆廢紙 很純粹一卷白紙黑字 但這卷廢紙 即他們眼中的廢紙 反而引發了這麼多 在佛寺裡面的明真暗鬥裡面 我們經常都說佛門是清淨地 搞這麼多這些明真暗鬥 其實都可以說有欲佛門清淨地的本質 而經卷象徵的五五 居然不是一個導人向善的東西 我們經常都引經據典 看很多書卷典籍等 都是一些導人向善 或者講一些人生哲理的東西 但是這一份經卷 居然也是象徵了人的貪念和慾望 這是一個比較少見的例子 還有這部電影 他將好人壞人這件事 模糊化得很厲害 即是本身有一個被壓力的囚犯 但是... 欸... 繼續說下去 你繼續說下去 本身是一個壓力的囚犯 但是最後被人選了做一個住持 而本身你看到是一些偉高權重的人 或者甚至是廟裡面的和尚 他們竟然... 可能是一些幫兇來的 可能他們自己心裡都有些雜念 想去協助人偷那些東西也好 想去... 博上位的也好 那... 你會看到那個好人和壞人的界線 其實是拉近了的 嗯 另外就是... 有一件事很欣賞的 就是... 胡金全其實都擅長的了 就是... 他都是在一個... 這個場地大 都是在一個場地裡面 然後就... 不停加人進來的那個次序 然後所有的節奏都處理得很好 編排的戲 有些編排 即是... 當年龍門客棧 其實他都是... 做著類似的事情 嗯... 這套就... 場地大一點 亦都是做到很出色的 是啦... 這一部戲其實都可以說 是... 都是一部用一個... 世俗的方法來... 去... 展示這個禪義和佛法 胡金全能夠... 就是... 都做到這一點 我覺得是... 事實不簡單的 那... 當然... 胡金全最為人遵遵樂道的... 場面處理能力 那... 當然也是無用之意的 這一點 那... 而另外一個... 剛才我們說的... 值得一提呢 就是這個... 非常之重要的這個知善人物 阿優明 就是一個犯人來的 其實... 那... 就是... 被... 被判犯下了一個... 盜涉罪 而發配了邊疆 那... 那... 這個... 三母子 那... 就想看得出家 那... 其實呢... 他是... 含於莫白的 他是想找出這個... 當年... 令到他... 為什麼要露屈他偷東西啊 甚至乎... 令到他家裡家破人亡的一個... 就是... 他想找出了兇手 而這個兇手呢... 就正正在這件事情發生... 的階段... 甚至乎... 他... 就是... 雞毛鴨血的兇手來的... 是... 那... 而... 都... 即是... 不僅是... 佛鬼都會說的... 我們經常都說... 如果... 遇到這個... 我們終於... 都... 可以跟仇人見面... 甚至乎是... 大仇得報... 的話... 會... 心理上都會有什麼... 感覺呢... 這個呢... 其實都是... 這部戲裡面想說的... 其中一樣... 和禪有關的主題啦... 當然就是... 對了... 除了阿優明之後... 也不可以不說... 就是... 阿徐鋒... 阿徐鋒... 在... 我們剛才有說過的... 合女裡面... 就是... 演一個正派的合女... 但是... 今次呢... 一來... 就... 演一個... 女飛賊... 還要是... 那... 其實都可以說... 一個相當大的... 一個對比... 兩種角色是... 那... 那... 經過一... 一... 一... 就是... 明爭暗鬥... 甚至乎... 是... 刀光劍影之後... 那... 最終徐鋒呢... 失手... 被擒啦... 那... 他呢... 最後是選擇了... 剃刀出家啦... 那... 這個呢... 也是貫徹了一個... 我們... 常常都會說的... 就是叫... 放下圖刀... 立地成分... 對啦... 這一個呢... 就是... 我當時在想... 到底他是... 努力剃頭啊... 還是他自願剃頭啊... 我有想過這件事啊... 嗯... 但是... 如果... 我有感覺到... 好像是有點被迫的... 他沒有路走... 所以才這樣做... 但是... 如果你不選擇... 去做這個決定的話... 那你的下場... 都是... 只有一個而已... 就是... 交回司法... 那方面... 去處理啦... 那... 而這部戲呢... 也都有很多的... 場面呢... 也都是... 會去... 展述一些... 和佛有關的... 一些... 解語啊... 一些典故... 甚至乎... 還有一個... 是關於... 這個老主持呢... 是... 怎樣去選... 接班人呢... 最後一個考驗呢... 就是... 命他自己三個弟子... 去... 用自己的方式... 去... 去打一桶水回來... 再告訴我... 再告訴我... 這個老主持聽... 你... 怎樣去打一桶水... 你認為... 一桶乾淨的水... 是應該怎樣... 提煉到出來... 那這個呢... 其實... 這也是... 佛家... 就是... 故事裡面... 經常都會看到... 的一些... 是一個典故來的... 那... 胡金泉呢... 其實... 在以前... 未拍戲之前... 其實... 他曾經... 打過一份工呢... 在... 一間... 印刷廠呢... 就是... 專印... 一些... 是... 就是... 在印刷廠裡面... 做校對的工作... 他以前曾經做... 就是... 不排除... 就是... 胡金泉在那時候... 就已經開始... 是... 吸收很多... 這方面... 是... 這方面的知識... 但是呢... 他能夠... 運用... 任何這些... 就是... 可以領悟到哲學... 以及... 融會貫通... 我覺得是... 真的... 沒得頂下我這部戲的... 真的... 所以... 今晚... 三部電影... 我覺得... 某程度上... 都絕對是... 在這個... 佛旦假期... 如果大家都想... 找一些... 相應的... 應節電影的話... 其實這幾部... 都是一個... 可以... 消磨時間的... 好選擇來的... 我覺得是... 今晚的節目時間... 這個... 我們... 等到... 這個佛旦之後... 我們又要按F5了... 又要等下一個佛旦了... 對了... 不過呢... 我們下去... 下星期... 還會有的... 下星期的節目主題... 嘩... 厲害了... 話說... 這個... 小禮也是有標準的... 求來的... 那... 今年其中... 一樣... 茶餘化的話題... 當然就是... 這個... 李斯特成... 奇蹟奪冠... 是... 拿走... 英超聯的冠軍... 於是... 我們... 下星期的節目... 就是... 叫... 體壇奇蹟... 那... 會... 跟大家講幾部電影... 再跟大家去看一下... 這幾部電影... 跟李斯特成... 在現實... 電影和現實裡面... 其實都有... 不少相似... 和有趣的對照... 那... 會有這個... 北彼特... 飾演... 非常出色的... 棒球教練... 的... Moneyball... 魔球... 那... 那... 當然阿星爺的少林足球... 都... 沒有理由不認識... 這部不會不認識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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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部... 那... 那... 現在還有沒有... 我記得... 一、兩場... 那就是... 我要做英雄... Edit The Eagle...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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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部是台灣和日本合作的一隊棒球隊 就是KANO 如果大家都想聽聽李斯特城 為什麼由一隊魚腩成為一隊奪冠球隊 用這個借渣的價錢 踢出燒鵝的味道 大家下個月千萬要跟著我們樂器 今晚的節目時間到這裏 阿朗 我們最後播出追明南琴 最後播出新歌 這首歌比較直接 名字叫神明佛祖 直接跟佛有關 大家看到這個很特別的西碟 後面有一些佛名爭暗鬥 鬼神 那些東西 其實我想猜華提供師 有一件事想問 我們剛才播三首歌 連這首歌 阿朱明南琴都跟一些歌 都會有少少跟宗教有關 其實阿朱明南琴 他本身是否也是佛教徒 還是怎樣 他沒有說明到他自己是信什麼的宗教 但是從他一個藝術家 你可以透過他的藝術品 可以體現到他的心情 或者他的內心世界 我覺得可能他是 他雖然沒有標明自己是信 但是可能他自己內心裏面 是幾崇尚這種概念 即是他未必是信一個 但他是欣賞一個宗教的概念 對 我不肯定 如果有錯的話 大家隨時指證可以 不介意 好 今晚的節目時間差不多 好 下星期我們同一時間 繼續一起樂器 各位觀眾晚安 拜拜 好